高雄市疫情指揮中心在今天的早上 8點15分召開我們跟港務公司的聯席防疫會議 那在中午的12點40召開專家會議 在12點半我們高雄市疫情指揮中心 也做了幾項的決定 在這裡等一下要跟大家做說明 我想整體的高雄的疫情還是在於說 在中島三港區以及在期今的造船修船廠區 所造成的群聚感染 那這個群聚感染當然都是從這個相關的這個 從RNA的序列分析來看 是屬於境外移入的個案 然後傳染給這個像第一圈的這個接觸者 那我們目前在看屬於這個第一圈的這個接觸者的接觸者 也就是所謂的第二波的這個感染 那假如按照時間的這個傳染的周期 那現在應該是比較有可能 假如有一些新的個案 那就應該已經可能就會進入到第三個流行波 假如有個案發生的話 也就是說這個傳染到第二波 第二波那可能這個到這個社區的這個防線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面臨在防疫的工作上最大的一個挑戰 那所以我們採取了兩個策略 一個就是透過這個匡列隔離 那另外一個就是從這裡擴大篩檢 那希望說假如有進到第三波 那我們也是可以在最快的時間就可以把它找出來 那匡列隔離就是希望說第二波到第三波裡面 我們可以把這個傳播鏈把它切掉 那擴大篩檢的部分 我們在期間的社區就已經開始在做篩檢 所以意思就是說假如第二波到第三波 那我們也可以用社區的篩檢的這個方式 來讓整個包括這個社區的病毒的這個可能的這個傳染的這個個案 也就是所謂的這個隱形傳播鏈就可以把它擋掉 所以從匡列隔離然後到社區的這個擴大的這個快篩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現在最重要最重要的工作 所以我先請潘基正來說明今天的個案 然後再從這些個案來跟大家說明說 我為什麼我們採取這個策略的理由是什麼 我先請潘基正說明 各位市民朋友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午安 那今天專案六星疫情指揮中心公佈高雄市 有新增四例的確診案例 那我們首先要先聲明有一例是屬於 在我們既有的一個確診者18516 那有密切接觸然後轉介到外縣市去的一個狀況的一個個案 那這個個案後來經該地方政府這邊疫調確診 那疫調的部分由該地方政府公佈 那正是在我們這邊確診的有三例 在今天我們一併公佈 我們首先講案18516 18516這個個案它本身也是有傳播相關的一個行業 主要是在前陣區經營傳播的一個零件供應商 那它在1月14號下午5點到6點 1月15號下午10點到10點半 那上午10點到10點半 那現在就看案跟案18307有近距離的接觸 也就是案18307是直接到那前陣的公司裡面去 洽談一些零件供應的事情 那在案18187也跟這個案18516有直接的接觸 時間點也是跟這個案18307一樣 在1月14號下午5點到6點 還有1月15號下午1點到1點半 那所以案18516是直接有關聯性的 面對面接觸的這樣的風險確認 第二個在案18517這個個案 18517這個個案基本上它是屬於比較特別 它是屬於一個社區篩檢站主動盜檢的一個確診案例 那原因是因為它主要接觸的來源 經過我們疫調確認在18469 在1月20號下午的3點15分到3點45分 有直接到這個個案家裡面去 那有這個近距離的有這個面對面的接觸 那面對面接觸之下呢 那後來案18469確診了之後 那這個事情 那這個18517有所警覺 那在這個社區篩檢站這個部分主動盜檢 那因而確診 那這個個案呢 大概是我們首例在社區篩檢站篩出的 這個一半民眾 案18515是案18407的這個配偶 也就是說它的棋子 那這個個案是在18401確診之後 被匡列隔離之後出現症狀 然後經過採檢確認的 那以上事項是今天的三例本獨確診個案 好 我做個說明 在這個個案 這個是因為它跟18517跟18469 因為他們有面對面直接的接觸 那這個是屬於 這個非是我們這個碼頭工人 但是它跟碼頭工人有接觸 所以它是應該是我們匡列的對象 但是因為我們匡列的對象的同時 它已經到社區篩檢站在篩檢 所以匡列的對象 然後同步進行這個篩檢 所以我們就找到這個個案 所以意思是說 因為他們是出名隔離 如果要稍稍 要去讓 原來在買頭做工作的人傳染到 所以 我們為什麼說 假如這個人去社區篩檢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社區找到 這個可能的確診個案 可能的確診個案就可以找到 那假如我們的疫調 因為也同步在進行 那我們疫調 擴大匡列隔離 也可以找到這個 今天新的這個確診個案 所以我也從這個個案來說明 為什麼我們要有雙重的保險 希望說第一個 趕快匡列隔離 那第二個就可以趕快的 這個做擴大篩檢 來確保 齊金區的社區傳播的風險 可以降到最低 簡單講是這樣 所以以匡列隔離 抓抓看 看能不能找到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擴大篩檢 好 好 好 是 接下來要公佈這幾例的一個主題 首先我們要補充 昨天案18493 也就是福利社雜貨店的 這位確診個案的一個主題 他在1月18、19號 都有到齊金區的越南河粉店 那18號也有到 小港區的大川本部 古早衛星好山高 那18號跟20號 大概時間差不多的時段 有到 憨明路周邊的這個大林市場的攤販 買東西 那1月21號 是到齊金區廣濟公的 家庭禮法這邊 22號 是到齊金區中州的這個全聯福利中心 案18515 他的活動時 在1月19號是到 鳥中的永恆天師 還有 在18號也到山明區的包放雲起 那19到22 大概時間很固定 大概都早上6點到9點 到山明區 嫩江街的7-11 嫩江門市 以及 嫩江街 喜風街口的菜市場的攤販 那20號 時段行程比較多 分別到 古山的7-11 古山區公所 以及 古山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還有 食泉菜市場 以及福原素食 以及山明區的去城市查爾門市 以及山明區的去城市查爾門市 案18516 就是這個 傳播零件供應商這一位個案 那他在發病前 在我們可匡列的一個接觸期 可匡列的這個傳染風險這部分 那1月22號有到全鎮區的這個 漁港路這邊的中油加油站 那其他大部分時間 因為開店做生意 那大部分都在他的店裡面去 在18517這個個案 那1月20號 1月23號 分別在 清晨早上的時段 有到齊晶區的這個傳統市場這邊 那以上是到目前為止 確診個案的疫調公佈足跡 如果有新增的部分 我們會再隨時 進行更新跟補強 謝謝潘記政 另外我們在擴大篩檢的這個部分 有一些資料 我要跟大家做個說明 就接觸者可能的傳染的風險的部分 在松青幼兒園 建國國小膚色幼稚園 18157工作地 18157的另外一個工作地 合計 851個陰材 全部都採檢完畢 PCR是陰性 那另外在這個高雄港的相關的中島管制站 或者是其他的碼頭 34 118 36 55 貨櫃屋 還有中性高零廠等等 總共 這個 採檢了 106個 這個 採檢的個案 那PCR陽性是有7個 這個是累計的資料 那這個部分 也在這裡跟大家做個說明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 齊金篩檢站的部分 那從廣濟工 福壽工 齊金醫院 海科大 齊金國小 西岸碼頭 臨海新村 總共已經採檢了16326 那 匡列的對象 有5個 陽性 新增的一個 社區民眾 一 就是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的 他一方面 他已經被我們匡列 好 那 另外一方面 他也參加我們社區的篩檢 也找到 所以我們先把它佔列在社區的民眾 好 所以這樣的話 累計篩檢了 31,322 就是 高雄港 再加上齊金篩檢站 31,322裡面 PCR 總共 相關的 這個 陽性 總共是 6位 再加7位 總共是13位 那 假如是以我們現在重點放在 齊金區 的這些社區篩檢站來看 16,326裡面 特區民眾是1位 匡列對象是5位 這個是最新的資料 換句話說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傳播的風險 還是在於說 這個碼頭區的群聚感染 那 逐漸的 在時間 的這個序列 我們在社區的防線 就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就採取擴大篩檢的這個部分 所以 來 我很快的再重複一次 跟大家做說明 1月12號開始 包括在中島區 或者是你在 旗艦工作的 到船廠 修船廠的包商 或者是工程行等等 收到細胞檢訊 一定要接受篩檢 那篩檢的方式 不是一次就結束 要有三次的篩檢 那你到社區篩檢站 篩檢用兩次的PCR 三天三天的距離 到最後一次的快篩 那這裡再提醒大家 按照寬占病的防治法 我們會發細胞檢訊 也會通知 那假如 這個通知 然後又 無其他理由 沒有來參加篩檢 我們會按照 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 處罰 新台幣3000元到15000元的罰款 所以真的要拜託大家配合 這個部分 那另外 在港區 不是在熱區 不是在中島區 或者是發細胞檢訊的這個部分 你在其他去作業 拜託PCR篩檢 七天後再快篩追蹤 好 那假如 你是 其今的居民 我們的鄉親事大 住在基隆 中州 基隆 我們這些事大 或是在那邊走路 或是在那邊開店 我拜託你一定要來 創民隔壁 樓上樓下 大家收招 拜託來做 PCR的篩檢 這是為你好 也是為我們 特別創民隔壁好 過年也比較安心 我說我PCR的印象 我就沒有問題 這樣過年 你就比較安心 不然過年過節 鄉鄉說 要去居家隔壁 或是萬人安裝 很麻煩 所以拜託大家 快來 這幾天 我們的醫生 護術 採檢人員 都 有夠 地點 都有 李幹事來幫你通知 李長來幫你報告 所以拜託大家 一定要來 另外 李基町 我們基隆中州的事大 如果有感冒發生 就頭部疼哪有疼 頂頂 這個感冒的症頭 一定要做PCR 所以你去看 精速後 你會去社區篩檢站 一定要再做一次PCR 會簡單 好 這點給大家報告 其他的部分 待檢站 在我們的網站 都有公告 不管是在前鎮碼頭 小港的漁港 我們的前鎮的漁民服務中心 前鎮的西岸碼頭 廣濟工 扶壽工 齊金醫院 高科大齊金校區 等等 這些 都有 不是跟他篩檢就什麼 就是說 你這個熱區這些事大 你 要做家共主主的健康管理 但熱區 不管站在中島區 然後還有你收到細胞檢訊的 這兩類人 再重複一次 你接受PCRPCR 然後加快篩的 這些人 是在中島區 以及 修船廠 造船廠 有進出 或者接觸相關風險的這一群人 那這個你會收到細胞檢訊 拜託 要加強自主健康管理 簡單說就是說 盡量 套炸量體溫 不可以坐車坐船 不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禁止到人潮擁擠的場所 落實實名制 每天要記錄活動 醫院 非急迫的醫療 或者是醫院要去陪病 這個是禁止 假如有症狀就馬上打192了 這個要拜託 這幾類的 另外 我們今天在這裡 真的是要拜託我們 齊金的父老鄉親 我們這裡的士大 我們基隆的鄉親士大 在這裡給大家拜託 因為 我們基隆区 我們這裡做事的人這麼多 我們這裡買頭旁邊做工作的人這麼多 所以 我們基隆的 防疫措施 我們的防疫 我們的規定 有比較嚴重 我也不想說 要影響大家的生活 但是 社區的方向 現在 是我們想要顧好 要控制得好 我和大家 都一樣 我們不用擔心 我們只要 就照顧走 在這段時間 把我們的 健康 我們的公共 衛生做得好 你要掛水癢 要洗手 要保持 社交的鼓勵 公車以上 加上 拜託大家 在這段時間 今天開始的14天 大型的活動 日期間 像說 請人家 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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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人家 拜託 在這段時間 拜託 減停 廟會 包括 花香 包括 文境 包括 老的活動 也停 九火 雷拜 這也給大家拜託 社區的活動 中心 也要跟我們 這裡的社會 拜託說 14天裡面 大型的活動 降庭 另外 我們的 社區關懷據點 西極巷弄站 私自據點 日照機構 暫停接收服務 餐廳 餐廳 我們今天有很多餐廳 我拜託大家 十連制一定要做 這本來就有規定了 十連制一定要做 拜託大家 可以把隔板加起來 我們行李教責 但是隔板 拜託大家如果有 就拿出來 盡量餐廳 要放隔板 還有十連制 這點給大家拜託 卡拉OK小吃部的唱歌 務必戴上口罩 好 好 這個是 我們 比較 強化版的 惡極 在奇心地區 所以 真的要拜託大家 因為 這個個案書 大家有看到 一天兩天 裡面 我們吉後 中秋 都有一個 兩個 一個兩個 的確診個案 雖然我們現在看起來 都找到感染源 也是都在這個 做春秋的 雙關這些人 我們這些 朋友 去染疫 好 但是我們 既定地區的防疫 我們 採 強化型的 二級的防疫標準 這點給我們 市長的 會失敗 也跟大家拜託 大家做會 我們 絕對 可以來 安全 這點在這裡 跟大家做一個 報告 我們今天這個 記者會就 到這裡 像 市長 這點給大家 提醒 拜託大家 在過年的這段時間 如果有處理 怕怕 還是怎樣 反正 拜託大家 就要把我們的 個人的防護措施 戴口罩清銷 保持社交距離 這個部分還是要做好 要煮疫苗 趕過年前 這點給大家拜託 謝謝 不曉得各位 有什麼問題 好 謝謝市長 那請各位媒體朋友 有問題提問 那在提問之前 再次提醒 請說明您的單位 然後再簡單說明您的題目 謝謝 市長你好 那個中天中市提問 因為剛剛看那個 裡面有些案例是 原本醫院接觸那三個被畫叉叉 可以說明一下 那到底是什麼情況嗎 是 謝市長 也謝謝提問 那我想在 這部分 我們也是接到中央六星陰主委中心的通知 就是在 18217 18216 跟18218 這三例個案 那經過 機關署這一邊 綜合研判 是呈現 這個 陰性排除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接獲到通知 就是把它移除案號 那改列 改列 這個 就取消這三名案號的一個確診紀錄 好 謝謝 TVBS提問 就是有關於科大 南大神 他的那個基因病序 有出來結果了嗎 他是屬於 這個 菲律賓的 就是 Omicron的菲律賓的病毒株 跟我們高雄港是一樣 好 那 因為我們今天早上 在處理 這個相關的這個 規定 這個 還有 這個會議 那他 我們會根據 RNA的這個定序 我們再來比對 相關其他的 確診個案的電子足跡 因為 在這些確診個案比較多 那有一些 有做 序列的分析 那我們就根據 大概可能在期經活動的這個部分 來加強 大家來找找看 好 因為 用 這個 Hitry Taking 叫 這個詢問這個病死 接觸死 這個 因為 這個 個案 他可能 既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我們再 再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再來找找看 不過 我們比較 現階段比較關心的還是在於 可傳染期的期間 這些確診個案 他的足跡 跟我們狂臉 所以 這個只是 但是看起來就是 大概還是屬於這個 碼頭的這個群聚感染 這個大概也跑不掉 病毒株的序列都一樣 這幾例 從幾個確診 這看起來 跟高科大的學生 應該都還是一致 來 還有沒有 不好意思 進電視提問 因為昨天 攀檢記昨天有提到說 就是民眾實聯制的時候 最好不要使用 加一或加二 後台可能會出現亂 但剛剛那個發言人莊人 想又說 民眾還是可以用 那想要請問 攀檢記就是實際的操作的情形 我們第一線人員的反應 到底是什麼情況 這樣子 好 也謝謝提問 那我想 這個部分 專業經濟職的中心 也要特別跟我們解釋 這是有關於 CSV檔的一個 轉檔的一個問題 那有Excel跟CSV 這一部分的一個轉檔 那中文的介面 大概可以部分的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我想在這邊 也要特別提醒就是 當我們簡訊後面寫 架一架二架三的時候 常常在我們的後台看到的 就是一個電話號碼 就是某一天在某一個QR code底下 就是有這麼一串電話號碼 那這串電話號碼 其實架一架二架三都不會在我們這邊顯示 變成說我們必須還是要回歸到 拨打電話給個案 然後讓個案去回憶 當天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經常我們也曉得 最近在年中的聚會蠻多的 那有一些餐廳大概 互碰一半之下 大概有一些方便性的一些做法 就是讓這個 一桌可能有一個代表或兩個代表 就是直接掃QR code 其他的人大概就會比較 比較沒有去管理 那這樣子呢 會變成可能有一些 當然是朋友的話 彼此認識 但是朋友的朋友 可能就不是那麼認識 也許在日後調查的時候 意料的時候會有一些 這個記憶的一個落差 導致在人 導致在這個對象上面 並不是那麼的清楚 那我們是建議啦 那可能有手機的 我們現在強調 目前實聯制的目的 就是在於很清楚的幫助 這個QR 又以QR code的方式幫助我們去釐清 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 有多少人在裡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如果說有一些沒帶手機的 我們盡量還是建議啦 就是用紙本填寫的方式 那這樣子的話 在我們後台進行 在日後進行疫調的時候 在整個取得 取得這些QR code之後 我們就會有知道 手機幾筆 大概就是幾個人在那邊 然後紙本幾筆 就是幾個人在那邊 那對於我們在匡列 日後的防疫量能 會有直接的幫助 以上說明 好 謝謝 來 等一下 還沒有先問得 先開始好不好 好 聯合報導提問 就是有關於 那個市長所提到的 這個細胞檢訊的部分 如果是在外縣市 收到細胞檢訊的話 是否是在當地採驗 或者是還是要回到高雄來採檢 在外縣市也可以 回來當然也可以 假如就近的話 都隨時都可以 市長 不好意思 中天 中視提問 因為剛剛那個3D取消的 我們想要請問說 因為它那個3D取消 它是因為它曾經有確診 但是因為越來越弱之後 康復了 是這樣的情況嗎 然後 CT值如果成為弱陽性的話 會不會因為打疫苗 而就是會 因為疫苗而產生的問題呢 就是造成誤判還是怎麼樣的 好 謝謝提問 那我想在這邊 我們經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這邊統一規範的這些判定的標準 那是中央這邊全國一體的規定 什麼時候判陽性 什麼時候判陰性 那這部分的話 恐怕我們在接獲 醫療院所這邊檢驗陽性的通報的時候 我們也會依照標準支援流行去進行 那之後要進行覆驗 或是再進行相關的這些 後續的確認工作 這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這邊也要請 這個昆陽實驗室這邊會進行處理 那最後中央研判是這個樣子 那對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也會依據 後續判定陰性的狀況去後續處理 以上報告 這個判定個案 我們現在從以前到現在 這兩年來 案號 這個是或不是 這個都中央的判定 就是說我們檢查的結果 然後是不是要成立個案 這個就要由中央來做判斷 所以我們當時第一次的檢查是 三個大概三十幾 那最後同檢體 再還有後續的採驗 我們會看這兩個數字來做判斷 那事實上假如 我們過去的經驗 假如時間比較快 譬如說 你剛才採檢第一次嘛 三十幾 我都會說 不然等一下 同檢體再檢查一次 我們也會檢查 所以這個 因為最近我們的採檢量實在是太多 所以我們採完 那過了幾天 我們再採一次的時候 它變成陰性 不同的機器 不同的實驗室 那我們就要判斷說 它是不是偽陽性 或者是陽性 所以我們再採 它的CT值 假如降下來 代表它採到的時候 是在前面嘛 結果它就會 病毒量會慢慢上升 那我們就抓到嘛 所以我們通常 你真的要變成確診個案 我們都要連續採 假如它帶住院的話 我們就會連續採 那所以 後來過了幾天 我們再採一次的時候 欸 就陰性 啊 所以我們的判斷就是說 那第一次這三十 點多 或三十一 三十二 這些數值可能是偽陽性 所以我們要做連續的 實驗室的檢測 才能夠判定 它到底是不是確診個案 還有嗎 中央社提問 那個本來中午說 那個 期經居民 希望他們出來篩檢 大概有三成多 不是說很多 那我們有沒有 就是估計說 大概期經常住 或是工作人口 可能會有多少人 那目前有沒有可能 包含所有的篩檢人 會超過三萬人嗎 啊 期經大概人口 是我的印象是兩萬八 啊 啊 涉及在那邊 啊 住在那邊 大概六成左右 差不多 啊有四成是涉及不住在外面 但是會有一些人來做生意 像很多餐廳啊 啊或者是工作場所 會有一些修理工啊 或者是 雖然他們也很多 大概都是住在期經 但是還有其他外線 其他市區的 其他行政區的人 來期經工作也有 啊所以 所以這個三十五的統計方式是分母是 是 是其經的戶籍人口 這個是統計 好 但是我們 就成為我剛剛講 會再增加 啊這個工作的流動人口 好 啊所以我們現在在通知 好 是請警察 跟 或者是我們的里幹事里長 好 警察來協助 好 好 那由我們 李幹事跟里長 好 去發 假如他不在 我們會發通知書 阿一家阿一戶 好 希望說 大家出來 再見 所以現在三十五趴 那我們會繼續 希望說能夠再往上增加 好 現在在全力動員 好 你假如到期經 你看到我們在里長 用廣播車 都希望說民眾趕快出來 好 來聯合報 聯合報提問 請問就是有關於那個診所 它還是有一些反應 那個快篩試劑還是不足 然後在齊樓問診的那個部分 對於患者的隱私 還有一些醫療法規 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嗎 我們 在去年的五月 單級開設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種方式在處理 就鼓勵診所 或者是醫療院 醫療院戶外 的呼吸道 呼吸道的疾病的門診 好 那診所在外面看 這個已經在去年五月 就做過三個月左右的事件 好 那我們在定點的快篩 我們現在本來就有大概八世紀 好 從去年八月到去年的十二月 我們在做社區檢測 我們高雄市現在也有幾個診所 本來就是我們的特約診所 我們的哨兵診所 簡單講是這樣 他幫我們監測社區 所以 民眾來我們都會發給快篩試劑 看完我們都發給快篩試劑 這一次 我們加碼 就是說 醫院假如 能夠 發給快篩試劑 那我們每一個個案 因為他要回傳資料 每一個個案補助兩百塊 假如 假如 這個試劑 是由醫院診所提供 那 因為試劑他是他的成本嘛 所以 我們再額外再加一百五 就是說 假如是診所 那他篩檢一個個案 試劑由他提供 那我們的補助 每一個個案是三百五 那 假如 試劑是由我們提供 那是 每一個個案是補助兩百元 所以 意思是說 我們的社區定點監測 本來在做 八月到去年 十二月 本來就在做 我們的戶外 這個門診 就是 意思是說 有呼吸道疾病的 當然是在外面看 通風 會比較好 這個 從去年五月的 這個三級開設期間 我們也曾經這樣 那 你會問一個問題說 那來篩檢 那到底是 先篩或看 先看或篩 這個我們尊重醫院 診所 好不好 這個沒有什麼前後的問題 就看 臨床醫師的判斷 怎麼樣對病人最好 有利 對醫師的保護力最高 所以 我真的要拜託大家 假如在 這個 醫院看病的時候 真的要跟醫師 護士同仁 說神謝謝 因為在疫情流行期間 那大家 一方面 我們 醫師在問診的時候 當然 就會有很多 你會問到 他的暴露史 接觸史 他就可以過濾掉一些風險 他就可以提高 讓或者是在症狀的 前面也可以知道說 他到底是不是有 有沒有下呼吸道的症狀 比較嚴重 或者是只是單純的感冒 他的 理學的觀察 職業 TOCC的詢問 這個都還是要由專業醫師來做 所以 你可以 看 先篩的再看 或先看的再篩都可以 那假如民眾 在 藥局 自己先 或者是自己已經有快篩自己篩完再去看 那當然最好 對不對 所以都沒有衝突 那意思是說 我們希望社區的篩檢的量能要增加 簡單講 就是一句話 就是這樣 就是社區 我們希望說我們的醫院診所 可以在我們的社區裡面 假如有呼吸到症狀的 那我們就可以提早可以讓在社區裡面發現 好 這樣很清楚了 好 謝謝 好 那最後一題 那代替那個年代跟醫電視提問 那麼高雄上午有一家幼稚園緊急停課 那因為就讀了孩童 因為 因病就診的時候快篩陽性 那請問這個小童小朋友的狀況為何 那麼 原方則是解釋說 該名小朋友因為足跡與確診者有重疊 那可以請問可能的感染源是什麼嗎 好 我請判記正說明 是 好 謝謝提問 那我想 在目前高雄市的策略底下 那就醫URI症狀 發給 廣泛的發給家用快篩試劑 那相關的SOP 其實就是 家用試劑快篩如果陽性的話 那就要通報 通報的話會 轉介到特定的指定的醫療院所進行採檢 那採檢的話 當然還是要確診 要以PCR的檢驗為準 那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目前在進行這個階段 那目前這個 孩童還是以疑似個案去進行處理 第二個 我們之所以公佈這麼多的一個主機 主要就是在提醒 基本上所有的一個 所有的一個確診個案停留的地點 那這些地點 可能會有一些不同形態的接觸風險 那如果是餐廳的話 如果是在一個大家都脫下口罩的一個環境之下 當然確診的風險就會高 因此我們在提供足跡給大家去比對 同時也呼籲足跡重疊者 一旦出現症狀的話 主動到我們的社區篩檢站去進行篩檢 那只要說明曾經有跟足跡重疊 那也有出現相關的症狀 這部分是公佈篩檢 以上說明 好謝謝 假如有確診或者是怎麼樣 我們在我們的第一時間 我們就會進行清銷 也會來進行疫調匡列隔離 到目前為止我們 這個並沒有 到目前我們並沒有接到醫院的 或者是社區篩檢站的通報的通知沒有 也許 這個我不知道 也許是不是同步在進行 這個我們現在不清楚 好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這位媒體 謝謝